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红袜竹场对马铃鱼直战,先发左头普莱斯,David Price,被抢袭球打中作案,锦头三局就退场,初步X光检查未发现骨折,将接受进一步详细检查。 普莱斯二局上被敲杨春弹,三局上埃连续安打,被马铃鱼取得3比1领先,二出局后一颗外角变速球,被迪恩,Ospindin,扫长投手前强袭球,普莱斯闪避不及,被102.6英里,约164.2公里,火球直击投球侧的左手手腕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普莱斯被球打中手腕后,仍奋力下球往一类狂奔,及时不位完成刺杀,结束对手进攻,普莱斯随后退场,由威拉斯奎兹,Hector Velazquez接手。 球团表示初步X光未发现骨折,但普莱斯尚需接受进一步检查。 红袜在普莱斯退场后大爆发,七局下猛打15人次,单局5只长打狠冠11分,以14比6逆转赢球。 这是马林渔队是第二次单局被打11分,上回也是被红袜血洗。 2003年7月做客波士顿,首局就被红袜狂轰14分。 目前尚不确定普莱斯是否会进伤兵名单,他在明星赛后累计4胜0败,期间防御率仅1.09。 今天三局头47球意外伤退,此意无关胜败。 红袜轮值已有王牌塞尔,Chris Seale,高挂面战牌,塞尔因左肩发言缺阵将近二周,普莱斯遭强席球击中。 法新社,普莱斯下丘奔向一类。 法新社,普莱斯及时不畏完成刺杀。 法新社 法新社